哈喽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我们宇宙的运势 那这周呢 我一共抽出了三组牌 这三组呢 第一个是代表了星星 第二个是月亮 第三个是太阳 那看大家喜欢哪一个 就代表了你们这周的运势哦 选择星星的朋友呢 追踪呢 的代表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的状态哦 不断终着选择 而在考验自己 那考验什么呢 考验自己的 见地心、星星跟恒星哦 为什么会考验这三个呢 也是要让我们在这当中 去学习承担与成长 为什么要承担与成长呢 是为了让你们以后呢 可以带领更多的人 朝向一起共同的目标 前进与努力哦 而我们任何事情呢 都会有它的答案 答案在哪里呢 很多说答案其实 已经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了 但是呢 我们却没有去发觉到 所以在任何事情 在处理的时候呢 要再次用心的 去看待任何的一件事情哦 选择月亮的朋友呢 这一周呢 无知的焦虑 是浪费时间 过满路的人呢 会迷失它的方向 目标 先去了解 与消化 消化完之后 吸收 那这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先抛开自己 掏空自己 才可以真的去吸收 吸收完之后要干嘛 要去说出来 因为说出来 你才真的知道 你到底懂了多少哦 那也很多事情呢 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 非圣贤嘛 总会 没办法 尽上尽眉 甚至说 面面俱到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提醒自己 要正知正念去面对 还要去勇敢的去踏出去 你才可以知道说 原来我的能力有多少 还可以努力进步到多少的空间 那选择太阳的朋友呢 最近你们的物质与独油 而忽略到了心灵的满足 才是最重要的 有一本书呢 叫做人生的智慧 里面说 如果一个人 把快乐寄托在物质追求欲上面的话呢 那个人的快乐是有局限的哦 而我们呢 也习惯性放大自己的不公平 缩小自己的幸福感哦 所以呢 要真的找到快乐的方向的话呢 是将自己追求物质的欲望 转换成追求心灵的满足 而从自己的内心的本源 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不单单只有靠物质而来获取哦 每个人呢都想要进步 但是呢 在进步的过程当中呢 会有一些不开心的期限 还有矛盾的状态下 但也很恭喜你们知道说 我们在这段时间有困顿还有疑惑 表示你们很接近你们要跳舞 要跨过去这个坎了哦 那些呢提悟的更深刻 我们呢才会更努力的反复的思考 用心的要去做解决的事情 在用心的端下呢 我们才会真的去做成长哦 好了 那我们这周呢就到此结束了哦 你们也可以分享说 在你们在进步的时候呢 有什么心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哦 那我们下次见啦 再见